看一下,就是在011这一题,苗栗跟宜兰,那怎么做? 其实道理跟刚刚都差不多 第一个应该是三米弗,三米弗的话,Range就是这个范围 然后呢,Quiteria就麻烦了,苗栗和宜兰 那因为Quiteria没有支援偶额 不然的话,如果支援偶额,我们就可以偶额刮虎,第一个条件,斗点,第二个条件 但是没有,那没有怎么办?没有,那就做两次 OK,所以条件的话,当然就是什么,你可能要打一个苗栗 然后后面的话,一定这个地方的话,苗栗 然后后面的话,你问号的话蛮麻烦的,问号要123,4个问号,导物一个信号就好了 OK,然后SumRange的话,就是这个范围 OK,30个,应该抓出来,按确定 那如果宜兰的话,可能就把公式复制一下 把它贴,加上什么呢?加上贴上的结果,把那个苗栗两个字改成宜兰就可以了 这个部分的话,那我们就把这个程式42个人写出来 那假如说我不用这个三米符的话,那我可以用VBA 那其实VBA怎么写?其实VBA如果要写的话呢 基本上,甚至你可以拿刚刚写好的程式拿来 像这个是产线人缘之合,那你其实可以拿来修改一下 这个可以把它拿来当范围,那怎么改? 第一个,我们的程式是在哪里呢? 这个要011,所以记得,必须要写在这个专案里面的模组 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OK,那第二个的话呢,我可以把刚刚的程式这一段 把它复制过来,贴到这边来改就可以了 那怎么改?第一个,名称改一下 这个改成这个,这个名称 那把这个什么,产线人缘之合改成这个苗栗和宜兰的总人数 这个把它删掉 OK,那再来的话呢,基本上呢 我们如果要这个把它delete掉 另外开一个工作标来执席 那其实逻辑上蛮接近的 第一个范围是什么? for i 等于第二列,这边到第十列,所以这个把它改一下 第二个的话呢,前两个字 是什么呢?苗栗 特别注意哦,前两个字 这边其实可以把产线改成苗栗 然后后面的话呢,特别注意哦 如果呢,你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怎么做呢? 刚刚是用加的,对不对? 可是如果在VBA的话,很简单 你直接在苗栗的这个后面空一格 加一个或就可以了 偶尔 再空一格 或 然后你就把前面这个逻辑,这个把它复制 贴到偶尔的后面 那以后如果还有第三个,你就再偶尔 第四个再偶尔就可以了 如果是要两个都同时的话,就end 写法是这样哦,只要把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苗栗 要把这个改成苗栗 好,这样子 特别注意哦 所以以后哦,在VBA里面哦,你要多个条件哦 它在这边就没有限制,所以反而在这边会变化的比较 比较小 那再来的话就是加总的那个蓝数的话,刚刚是 C蓝,那这边是B蓝,所以你就把它改成B就可以了 好,然后最后的话加总把它放到D2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D2 D2没错,OK哦 那最后的结果就OK了,所以如果我这样改完哦 所以只有加一个偶尔,OK 然后后面的话把那个蓝数变更 那最后呢,我们来执行一下给各位看 基本上应该就OK了,结果42一模一样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哦,以后如果你遇到类似的情况哦 那这个范本等于是万用的啦 反正你就是,大概也就差不多了 所以以后哦,程式起来写去哦 很多地方结构都差不多 通常都会有一个Fallway圈 指的就是说你哪一列到哪一列 然后里面一定会有逻辑判断 可能有一个条件,或多个条件 那你就可以类似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那如果那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就做下面的事情 但也可能是有两个条件 有没有,有一个为True,一个为False 有没有,就是,那就是加一个Alse 如果多个条件就是Alif,Alif 前面有讲过啦 你其实可以在这里面做很多的逻辑 判断变化 最后把做完的结果呢 再放在某一个储存格里面 写法大概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把画面再还给各位 就是 有些东西啦,你做好一次之后 之后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拿来做修改的 OK,试试看 那这个做完之后的话,再看一下009 这一道如果009的话 那它又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其实最大的变化就是 要取得什么?取得前后三名 前后三名的话 公知的前三跟后三 那怎么刚好知道前三名 那怎么去抓到那个资料? 这一题稍微比较困难一点点 那主要困难的点就是什么? 第一个啦,当然我们不是希望你怎么用排序 排完序之后再抓 那当然也是可以做出 但是我们前提是,我不要用排序的方法 我希望怎么样?用函数 用哪些函数可以做得出结果来? 试一下 大家好 好